哈喽大家好,我是大野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你们最喜欢看的圈搭类的购物分享视频 其实这期视频你们都跟我要了很久很久了 我自己也有一些不好意思 就是早就应该拍出来的 应该是在大连的那个家就拍好的 但是你们知道搬家实在是太忙了 然后我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这个家都收拾好之后 还要等我买的一些东西 大概全部都倒的差不多了才给你们拍这个视频 所以就是让你们等的有点久了 还好是在双十一之前把这个视频拍出来 这样就可以给你们的双十一清单中一些参考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正题吧 第一个就是这个Bodyear的白衬衫 这件衣服呢出镜率还是挺高的 这件衣服你们看我穿的话 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领子 比较大的一个波点的白衬衫 但是它的设计是这种绑袋式的 就是前面的这两片是需要自己绑起来的 然后绑成这种交叉式的 底下的这个袋子也非常非常的长 然后绑起来之后就可以在腰间这个位置 就是系一个蝴蝶扣 所以领子的部分就看起来非常大 然后那袖口的这个位置是有这种松紧的感觉 在后面看的话它就是一个方领的这种感觉 然后整体穿进来它就是一个短款的一个雪纺衫的感觉 但是它的这个雪纺的料子是那种特别薄的 就是非常非常薄 虽然这件衣服感觉现在跟你们分享出来 可能是有一些晚了 因为东北的话就是现在已经很冷了 但是我搬到杭州之后 我还每天都穿着那个小短裙小短裤出门 但是在里面搭也很好看 就是如果天气很冷的话 就可以在外面搭一个黑色的比较长款的外套 然后如果吃饭的时候脱下来 还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内搭 唯一有点不好的就是它这个料子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雪纺料非常非常薄 然后它就会有一些透 但是它的价格很便宜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的 就是需要在里面搭白色的那一才行 下一个就是这个白色的 然后有一点砰砰秀的一个紧身的一个白色小上衣 这衣服我拿出来可能有些东北的宝宝又骂我了 这个就是我上次在牧场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上衣 这件上衣我就觉得它非常好看 因为它穿起来这个领子 它是一个一字间的感觉 然后上面这些都是有松紧的 然后还是有一些很小的这种小花边的感觉 中间这一排扣就很有法式的感觉 然后它的后面就是整个一个小拉链 下面的部分也很有设计 就是肚子这个部分 它是两边就是这个形状的 然后后面是平平的这种 同样也是都有这种小的荷叶边 这件衣服就很好搭呀 它就是又可以搭出那种比较欧美风的感觉 然后又可以搭出比较小清新的感觉 同样也是现在天冷了 外面可以搭一个外套 然后下面要分享几款 我用来搭配前面两件衣服 和我之前买的几款 觉得非常好穿的内衣 就是这个牌子 这个是我之前在大连的那个家 就已经穿过很久了 但我觉得它的这个盒子啊包装啊还挺好看的 所以我搬家的时候就用这个盒子 装了我全部的内衣带过来 他们家的内衣是我前段时间发现设计非常少女感 然后非常好穿穿在很舒服的一家那一店 然后那么大的包装也很有心 就也是比较少女的东西 就里面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 嗯画质的感觉 它这个图案还挺好看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布袋 里面装的是内衣 像它有送这个袋子我还挺喜欢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 我就非常喜欢收集一些包啊内衣啊 然后化妆品啊 就是类似这种的布袋 然后去旅行或者短时间出门的话 行李箱里面就会有很多这种袋子 装着各种不同的东西就是可以分开来装 就很方便 然后我在他们家选了三款 就是选的时候我还非常纠结来着 因为有好多款式我都很喜欢 然后像我选单独的款式的时候 我还很喜欢另一个颜色 就先说一下这个白色的吧 因为这个白色的内衣 是我用来搭配前两个衣服的时候穿的 因为我前面说的那两件衣服都是白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比较透的 所以就需要搭配这种白色的内衣 这款它的设计是这种比较简单款的那种 其实我选的这几款都是简单款式的 我选的这款它里面是没有钢圈的 说是面料是用的那种棉花糖的面料 就是非常非常的柔软然后很筋肤 这个呢它只是有一点点厚 就是穿起来不会显得胸 特别特别的眉型 但是穿起来又会很舒服 这个就是我用来搭配白色衣服 穿的频率比较高的一款内衣 下一个是这种款式的 这个款式呢是我当时逛他们家店的时候 第一个决定要先买一个它的 第一眼就看中的款式 这个款式呢它是整体都是一个黑色的 然后肩带的部分是这种白色的 然后上面有黑色的字母 就是肩带的部分看起来就很有运动感 又很时尚 其实黑色的内衣是我选的最多的一个颜色 它前面这个部分的棉布也是非常非常软的 就是超级软 跟刚刚的那个白色的那个软度是差不多的 它这个厚度也是比较偏薄款的那种 厚度大概只有这么多吧 然后它的里面呢 这个部分是有一个可以放小插垫的部分 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穿这种比较薄的 然后比较舒服的款式 这款它前面的部分和旁边的这个位置都是这种 网纱面的 就是比较透气穿起来不会那么的闷 这款选的就是一个底下有钢圈的这种 但是它的这个钢圈就感觉不太会变形的那种 就是感觉很有弹性 这款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在肩带这个位置 你们应该能看出来 我觉得这个肩带部分就非常适合我 因为我也有一些就是抹胸的衣服嘛 然后秋天的话我比较喜欢搭一个牛仔外套 然后露出来这个肩带就不会显得很难看 又显得比较酷一点 最后一个是我在他们家选的一个 有点类似小背心款式的 就是它不是那种很传统的那一款式 就是可以当一个小背心小内搭来搭 这个款式我也很喜欢 就是感觉它不管是设计啊 还是用的面料啊 都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 这个部分的面料就是感觉像这种断面的 然后是这种滑滑的 下面的部分是这种蕾丝的 肩带的部分也是这种非常细的 就是它感觉设计出来就是那种可以露出来筋带穿的 这个就是穿起来很舒服啦 它前面又没有胸垫 然后后面也没有那种扣 因为它是翻号的 就是正常像穿衣服的那种ISML 然后正常都是穿L码的嘛 所以这个买的也是L码的 穿起来就刚刚好 穿起来非常舒服又好看 他们家的内衣就感觉很适合16以上 然后20出头的这些小女生来穿 就感觉款式很合适 然后我是属于那种股价比较大 然后胸比较偏小的那种 平时选内衣的话 也都是选一些比较舒适的 款式比较精致的内衣 但是他们家的内衣就没有搭配内裤 虽然我们也不会成套穿 但是就感觉如果有搭配成套的话 会觉得很精致 下一个呢是我早就买的 然后我是直接优到这个家里面的一个小马甲 是这种毛线针织的 然后它的款式我就很喜欢 它是这种短短宽宽肥肥的 前面的领子部分就是一个小微领 然后它底下是前面的部分比较短 然后后面的部分比它要稍微长一点点 然后它前后都是有这个条纹图案的 就是有一个荧光绿色 荧光白色 就这三个颜色搭配起来还挺活泼的 尤其是这个荧光绿色 非常显眼 但是我朋友说它比较像那个环卫工人穿的 但是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 它袖口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部分也是开口开的超级大 这件衣服我就是穿的时候里面 我是搭了一个白衬衫 然后领子的部分我是让它露出来 或者的话如果不想搭白衬衫可以里面搭一个黑色的一个打底衫 感觉也很好看 感觉也很好看 而且我觉得它现在很 感觉也很好看 而且我觉得它还挺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的 我是觉得它还挺好搭的 就是底下搭配一条黑色的打底裤就可以了 下面这几件衣服呢 你们就比较好找了 因为是在同一家买的 这个位置你们问的非常多 这件位置是跟我之前有一件紫色的位置 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记得了 如果你们是从那条视频开始关注我的话 应该会知道那件紫色的位置 这个和那件紫色的位置是在同一家买的 他们家的衣服我就很喜欢 价格呀款式呀 还有它的这个叫什么 面料质感 我都非常喜欢 这个位置它也是有一些闭眼风的感觉 就是看起来很像男生穿的 但是它穿起来就很舒服 然后超级酷 我选的是 这件衣服我选的是XXL的 好像是选的最大的一件吧 因为我卫衣非常喜欢穿到盖住屁股的那种肥肥大大的感觉 它这个配色也很男生 就是中间是这种藏蓝色的 然后旁边的袖子是两个黑色的 后面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前面领口的这个位置是有一点偏灰色的感觉 胸口这块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标示一个字母B 还有它下巴的位置也是跟领口是一样的 是灰色的 它整个V1的这个走线都是这种用浅灰色 然后是露出来的这种线 我就感觉还挺好看的 反正这件衣服就是很喜欢超级百搭 你们快去买 重点是这件V1价格很亲民 然后好像是150以内吧 下一个就是这个 你们也是问的超级多的一个超大的外套 这个外套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很喜欢 但是这个外套我买得很生气 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它好像是220左右吧 但是他们家用商机的时候 我去看就变成150左右了 所以你们现在去买的价格就是150左右 就很划算 但这个衣服真的不像150的那种质感 怎么感觉我像一个电视购物节目啊 不重要了 重点就是我很喜欢它 这件衣服是那种很厚实的款式 我选的码数是什么码来着 如果它不是最码的话 那我选的就应该是最大码 这个金色和黑色的这个配色就看起来很酷 然后它的整个款式也是那种BF风的款式 也是看起来很男孩子 可能这个位置就是唯一不像男孩子穿的一个特点吧 是有这种胸紧的 这件衣服的背面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 它是这种黑色的然后刺绣的 就背面有一个超大的大大的一个刺绣 那前面这个刺绣很可爱 整体看是一个青蛙 然后仔细看里面好像是一个小蝌蚪 这个是那个大美发现的 这件衣服大美也很喜欢 差一点就被它抢走了 我本来是想再去买一件的 但是我怕再买一件的话我就不喜欢了 所以就是一件衣服可以跟那个男朋友一起穿 然后就是这条裤子 我知道这条裤子是你们最想要的一个链接 这条裤子我真的要强烈的推荐给你们 真的非常强烈要推荐给你们 你们快点去买吧 这条裤子真的超级好穿 我已经是词穷了 因为你们也能看出来我穿它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 偷偷的告诉你们我是那种胯比较宽 然后屁股上的和大腿的肉也比较多的人 外加我现在这么胖 所以就是下半身的东西我很难找到 我穿的很舒服 然后又不显胖的裤子 要不然你们就是看到我经常穿一些小短裤 因为那样的话可以盖住我的缺点 就是挡住我胯宽和屁股和大腿的肉 但是这条裤子它会挡住了所有的缺点 但是有一点可能会显得腿有丢丢的短 但是也没关系 可能是我本来的腿也不是很长 这条裤子的面料是种比较厚的面料 所以就是天气冷的话穿它也不会觉得很冷 然后上面的这个腰部和底下的这个裤腿都是这种松紧的 然后底下是这种收口的 裤子的前面有两个超级大的口袋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它的后面呢也是有两个口袋 但是看起来就是很容易觉得它是前面 就是前后这两个四个口袋都超级大 然后这条裤子的颜色也很好看 它不是那种完全橄榄绿的颜色 感觉还有一点点偏黄 我唯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它前面的这个绳 就是用来控制这个胸紧的 因为我总会拿这条裤子搭一个上身比较短的一个上衣 它就会露出来这两个袋子 或者是露出来这个小蝴蝶结 我觉得它也不好看呢 但是把它剪掉吧 我又怕这个裤子肥 这个裤子真的很好穿 很喜欢 你们看我的照片视频也应该都能看出来 出镜率太高了 我的腿看起来只有这么短吗 虽然我的个高 但是腿的比例不是很长 外加我又胖得很均匀 所以这可能就是你们看我没有173的感觉吧 但如果你们能看到我本人的话 一定会觉得我非常大致的 就是又高又壮 下一个衣服呢 就是这个在风帆家买的 这件衣服是前几天刚到的 然后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这件衣服的款式颜色 一看就是写了我名字的衣服 款式就是这种短短肥肥的 然后它的袖子是超级长的这种 也是那种肥肥的袖子 这种袖子就是我很喜欢穿 穿起来就是这种垮垮的感觉 它下面的部分是拼接的这种黑色的皮面 然后上面还是有两个这种酷酷的扣子 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链条 有没有看起来很酷 它底边的两边还都有这种小拉滑 可以把它拉开 就是显得肥肥的 两边都有 然后领子的外面有配一个拉滑 这样衣服拉起来穿也好看 就是把领子扣到这个位置 然后它就有个这种大大的扣 然后前面是这种一排的金属的扣子 反正就是这个颜色啊款式啊 秋天穿都挺合适的 它也是那种分量很足 比较保暖的款 下一个是我前两天逛街的时候 在Boss客家买的一个腰包 其实这个款式已经有很多了 而且今年不是非常流行这种腰包嘛 就背起来非常的酷 然后显得很有个性 就这样背起来就还很方便又很搭衣服 就很好搭衣服 我就一直都想找一个像这种 款式面料然后质感都比较合适的这种腰包 正好那天去逛街的时候就看到它了 他们家还出了好几款这种小腰包 但是有的是那种比较小的 就不太适合我 还是比较适合这种有点大的 我最喜欢就是它这个链条的部分 就是背在这里面 显得不会那么的闷 主要是它很能装 它前面这个位置 我就经常放一些粉饼补妆的 然后口红 然后后面的这个位置 它还能放下我的相机手机 然后一些纸巾就很能装 我买回来之后就每天都都在背 它真的很好搭 然后这种帽子呢 是我之前在那个实体店买的 就不应该给你们推荐了 但我觉得它的款式和这个形状啊 就是像我这种大头戴还挺合适的 但是那种就是今年又流行回来的 这个豹纹的元素 然后它不是那个黄色的那个豹纹 是灰色的 我觉得你们在那个淘宝上一定会找到同款的 因为我之前有买一个差不多款式的 是那个黄色的包围 但是被我给退回去了 因为它的那个帽型不是特别的大 就是我这种头比较大的人戴起来就不是很好看 所以那天逛街的时候 我就正好拿起来试了一下 觉得它刚好合适就买了 而且它上面是这种有一点融融的 就是感觉还挺适合秋冬来搭配的 像正常搭配一个黑色的衣服就挺好看的了 最后呢就是剩下了两双鞋 是我上个月买的两双鞋 一双呢就是这个菲勒的这个全白色的鞋 这个鞋其实我已经买了大概一个半月了 之前我是找的一个代购买 但是那个马术就一直都没搞明白 然后它买回来之后 它还买错了 所以就是又退回去 我就又重新找了一个 就等了好久好久 大概一个半月吧 但是看待我买回来之后很喜欢的份上 就是等它也值了吧 前面有一点脏脏的 你们不要介意 我选的是这个全白色的 就是什么标志都没有的这款 这双鞋是我之前看有一个 好像是一个欧美的一个博主吧 就穿它搭配一个绿色的裤子 就特别好看 很欧美 特别养气 然后我就马上去找了这双鞋 因为我之前不是很喜欢他们家的鞋 尤其是很不喜欢他们家那个 红蓝标的那个标志 但是我看他穿这个全白色 我觉得超级酷 所以就果断的去买了 他们家的鞋大部分都是这种有根的嘛 这个根大概是有三四厘米吧 穿起来还会显得腿比较长 而且这个全白色我觉得它非常好搭 搭配什么都很好看 然后它鞋形的这个部位也是这种宽宽的 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穿起来也不会显得脚特别大 另一双呢就是这个标马的这双鞋 这个款式也不是新款了 是很久之前的款了 它是我在那个尸体店买的 因为打折嘛 所以我就直接就给它买回来了 因为最好赶上它打折嘛 就很合适 而且款式 也是这种比较好搭的款式 外加我之前就还挺喜欢这个款的 就是上面有一个这个粘扣 然后是黑色的 也是这种厚底的穿起来 就是有一定的拉长腿的效果 而且这双鞋我来杭州之后 觉得它这个季节搭一个小裙子 就还挺合适的 而且它如果稍微冷一点的话 就可以搭一个黑色的裤子也比较好看 所以我觉得就是买鞋的话一定要买一个能搭自己大部分衣服的鞋 好了 那上个月就是之前买的所有的东西都大概都分享完了 然后最近呢我也有买一些衣服 双十一也应该会再买一些东西 到时候再给你们分享 那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这个视频的话